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还是看我们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方法和东西啊 来我们给他改一个名字写一个05.atml ok 好了 哎 哦 我是怎么 ok好了 那么这里啊05.atml这里啊 ok 那么现在呢注意啊我们继续来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看这里还是一样的写一个input 能看到吧 来一个button按钮啊 来一个button按钮 好了我们这里要写一个按钮 ok保持一下 能看到吧 好 接下来呢再来一个pvhk ok p标签里边呢很简单 给他来一个 哈哈哈哈 好 那么现在呢我有一个任务啊 或者是一个需求啊 什么需求呢 当你去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请把p标签里面的这个值给我弹出来 用不优异 对 我点击这个按钮把p标签里面的值给我弹出来 我是这个需求的啊 能不能理解 啊 怎么怎么怎么玩 你觉得应该怎么写 啊 啊 不啊 获取pvhk的内容吗 对啊 就是获取pvhk的内容啊 怎么获取啊 啊 对你看 好了 那注意啊 咱们的思路呢 其实很简单 注意你先不考虑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思路其实很简单 首先给这个按钮板一个时间 对吧 当你点击 再找到谁啊 找到个p标签 然后把他点里面的什么东西拿出来 就完了 对吧 好 关键问题就是主要 保定实际难吗 啊 不难 很简单 用什么 爱他 click 然后等于一个 啊 啊 getp可以吧 p标签吗 对吧 哈哈哈 getp可以吧 啊 好了 然后呢 在底下干嘛呢 是这个东西 叫m e t h o d s 对吧 好 来 放个线 大括号 哎 我怎么还 我怎么还放个线呢 他是一个对象 对吧 啊 好了啊 来 再来 还有呢 里面写什么 getp 啊 写一个getp 放个线 OK 是不是这样的 啊 那弹呢 那就是儿了他呗 关键是弹 怎么 我怎么获取这个p标签里面那种啊 弹 弹 弹 哈哈哈 啊 那不行啊 来 注意啊 你注意啊 你看啊 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把这个p标签过去 好 好好好 来 朋友朋友说了 朋友告诉我了 说是刀可以们的点 改打了没他 把他一个那种哎 别笑话还真就这样 我告诉你 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p标签 对吧 他一个内容对吧 他的第二零后元素的点 nr html 这就是你要的值啊 对吧 弹出来就玩了呗 不想哎呦吧 这个好 来 儿了点 哎 没问题吧 这完全没问题啊 刷新一下 来 点 OK 看到没 是不是 完全没问题吧 对吧 好 注意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想 咱不用操作动物的这个元素 能不能想到别的办法呢 能不能写到别的办法呢 啊 不是 你 你这么玩不行啊 把他哦 你的意思是直接复制过来呗 你看 别那么玩啊 你在哪有代码复制的 这这不行 是吧 来 好 来 注意啊 注意 这种啊 注意啊 你看啊 我在p标签这边是没有写任何的东西的 能理解吧 我在p标签里面是没有写任何东西的 同时呢 他也没有什么单向数捕绿 双向数捕绿 对吧 那如果假设啊 万一某些特殊情况下 我们还就真的在voe里面 没有办法使用什么 数据榜任的那种形式来获取它的值 能不能明白 也就因为这件事情 在voe里面 极特殊的情况下 注意啊 是极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会遇到 必须我们自己获取盗谷节点 然后再操作的情况 能不能理解 真的就有这种情况 那么也说呢 其实这个思路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这种用法不对 因为这个单词太长了 不要这么玩 对吧 那啥意思呢 voe啊 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东西 提供什么东西呢 提供了一个叫做Ref的玩意 提供了一个叫做Ref的东西 那这个Ref是干啥的呢 注意 注意你想获取哪个标签的节点对象 那你就给这个标签 添加一个Ref这个属性 注意这个属性单独属于voe 能理吗 就只有voe能认识它 认识它 OK 等于等于的值呢 你随便写 比如那我写个ps吧 行吗 就这个随便写 但是Ref这个东西不能变 就叫Ref 能变吧 OK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怎么办呢 注意 所以你就不要这样Document了 你看看呢 注意 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现在有了这个Ref 请注意 那么voe的对象里面 就有了一个公有方法 公有属性 就是Dollar贴图的 能理吧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 Z4点上Dollar叫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做Refs 别着急 哎你说那不叫Ref吗 怎么是Refs呢 别着急 我们一会再说 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注意这个内容是获取到 所有有Ref属性的节点对象 哎 明白为什么有S了吧 哎 OK 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 其实我可以干嘛 再来一个 只是名字不一样就可以了 比如一个ps或者pf 那么应该了吗 那么此时这个Z4点Refs 就可以获取到 它俩都能获取到 那你说那我 这玩意具体我想获取到前面ps 干嘛呀 不是用下标 直接点上你那个名字叫什么 就是什么 ps就行了 或者pf就行了 能不能明白了 哎 那这样的话呢 比我们原来是不是要方便了很多啊 OK 那么此时你拿到的 注意你现在拿这个Z4点Refs点pf 和document的概念中的 by tag name的 p的什么 第0数获取到 注意他们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节点对象 该怎么操作 就这么操作 能不能明白 哎 你试着保隽 想得着保隽 可以没问题 啊 你想改变颜色 没问题 啊 你想什么 获取的值 应该at面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好 那么因此 拿了之后我就直接怎么样了 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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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OK 能理解吧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直接弹出来 可以吧 保存一下 OK 好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过来啊 刷新一下 来一样的体验 OK 出来了吧 没问题吧 啊 OK 啊 怎么了 可以了吧 啊 但是呢 请注意 请注意啊 在我们真实的项目开发中 尽可能的要避免使用RF 对 他虽然提供了 我刚才也说了 是我们在极端情况下 实在没办法了 那我们可以使用RF 那里吧 但是呢 为什么说 尽可能的不要使用呢 请注意啊 因为这个东西 他已经打破了我们的 MVM的设计原则 MVM的设计原则是什么 你只关心数据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关心什么 DOM 但现在呢 你真的在获取DOM 而操作DOM了 能理解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是一般情况下 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除非特殊情况 明白的意思吧 你只能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谨慎一些 啊 谨慎一些啊 OK好了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RF 这里呢 给大家加这个注释 RF 不用谨慎了 我也就忘了 啊 会 有的时候你没办法 只能只能用啊 好 RF啊 好 是一个 呃 节点属性 脑龙脸就怎么的 啊 结 自定义 接点属性 好 自定义 接点属性的方式 接点属性方 OK 然后呢 这里呢 就用什么 用这个叫做 Z4 点 Dollar 注意啊 叫Dollar 一个公有的啊 Dollar RF S 来获取 对 来获取 所有 注意是 所有啊 所有 有 RF 属性的 节点对象 你的打破不打破 只要保密 就行 啊 接着一下 OK 能看到吧 啊 那么注意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要 啊 尽量不要使用 对吧 尽量啊 不要 避免使用 对 尽量 破一臂 破一M 是吧 尽量避免使用啊 因为什么 因为 啊 RF 违背了 MVM的 实际原则 也没人知道 啊 什么没人知道 啊 你又没有 没人知道是吧 啊 啊 你要是 不是 你要是每一个 都要使用RF 你干嘛用VUE呢 你为什么不用GQ呢 更方便 对吧 啊 对啊 对啊 就是 因为因为我们在使用VUE的时候呢 有些确实属于特殊情况 实在没法操作 那我们没有办法 就只能自己操作道姆 对吧 啊 这是特殊情况的情况下啊 才使用RF 好了 那么现在啊 我再来问一下 使用RF操作道姆 会吧 会吧 其实就是获取道姆 你爱怎么操作怎么操作了 对吧 OK啊 也咴